近日在香港高考的歷史事件中 一刀歷史试题引来众多市民不满 试题中出现两段具有倾向性的文字资料 并让学生依照资料回答 是否认同1900年至1945年间 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益大于弊 对此曾参与抗日战争的 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老游击战士联议会会长林珍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愤怒且痛心 我们不会不记得 他们入侵的时候 一个炸弹炸毁了 其他机场 香港的人被虐待 被屠杀 原先我们香港有160万的居民 到战后 剩下统计的人数是60万 有些是一家几口 同时被杀害 有些被拉去当为安抚 各种各样的残杀 我们都清清楚楚的 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华 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31年 日本发动918事变 1937年 日军发起全面侵华 1941年 香港沦陷 港人经历 三年零八个月 日本占领的黑暗日子 在此期间 林珍与姐姐 投身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用血汗保卫香港 中日战争 是一个 帝国主义 侵略我们 中华民族的 战争 是非正义的战争 从北向南 中国一片 大河山河 在血流上河 多小同胞的血痕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去哪里找出利益来呢 毫无利益的 同样为尸体感到恶然和愤怒的 还有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 黄锦良 黄锦良称 DSE考试是香港学生 通往大学校园的 最重要的考试 出现这样的题目 不仅反映出出题者的不专业 更会对学生 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香港来说 中学就只是有一次公开试 这次公开试 我们所说的就是DSE 就是中学民行试 而这次考试 最后是决定到 究竟学生 最后能不能够可以入读大学 所以在一个这么重要的 一个考试里面 而来到去滲透一些不专业 甚至是有为民族道德的 一些题目的话 其实模仪是想来到 对我们的考生进行一种 思想的一种错误 一种的传播 一种的扭曲 这个模仪是令到 对我们下一代 是造成一个非常之负面的影响 黄锦良称 这并不是第一次 在DSE考试中 出现利益偏颇的试题 此类试题早在几年前 便在通识科的考试中出现 香港考试及平和局中 有不同科目的委员会和研究部 成员包括大学教授 中学校长 专科老师 考评局专制经理等 这些人会参与拟定考试题目 并最终由考评局的高级人员进行审核 考评局对于香港学生的教育 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 必须保持客观公正专业 据信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 已于5月15日 要求香港考评局取消该试题 并将于18日派遣熟悉课程 和素质监管的人员 前往考评局了解初题审批机制 及检讨现行机制 确保未来考试和试题的质量